姜濤生日的那一天就出了他第十首個人作品 作品的說話 我就因為拍攝的關係遲了兩天才可以做這條影片 內容大家都知道,是宣揚愛與和平 是一首反戰歌,商業角度看起來也挺厲害 因為曲風來說,他不是一首蹦蹦蹦蹦的跳唱歌 也不是K歌 K歌即是melody會十分工整,歌詞也會極度押韻 一首強勁的K歌真的可以聽一次就入腦 那麼多人聽就會多人亨,多人唱又會多人講又會多人cover 那會怎樣? 那自然就會多了知名度和相關的工作機會 但這次我會覺得這首歌值得講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真的用理念和意境去先走 現在一起聽一下《一開波》 但這段歌詞不是說不適合的,但的確是很散亂的 拍子加上歌詞的確不是讓人聽兩三次就可以記得一首歌的 他就是用到這麼散亂的拍子和歌詞 再加上推得很高的reverb才能表達到那種在避難環境中的心聲 又或者是讓我想起那種戰爭之後還沒說回復繁榮的那個時段的那種內心想法 當然編曲裡面的樂器的選擇也很重要 來到第一個chorus的這裡 小偉的小教堂,響起終勝 終勝負是雙方的雙兵 雙兵一重差不多年齡 本應相對與男孩有性 Bass drum不是用一些實的的 一聲 而是那些 很不實的,很重回音的 而平時大家聽到最多那些 一聲的snare 亦都變成了一聲 如果大家是沒有玩樂器的話 那什麼是snare,什麼是bass drum呢? 譬如這個bass drum呢? 那裡面這個bass drum呢? 就是bass drum 就是high-hat 就是snare 那它用嘟一聲呢? 我自己平時就叫這些水滴聲 再加上回音,你聽到感覺就好像自己在一個動員裡面有水滴下來的聲音 那情景是更加寂寞,更加嚴重的 它製造了一種很空洞的感覺 就是在這個空洞的環境中講自己的心聲 這次就是湯令山的作曲和編迷曲 小黑的填詞 Edward Chan和湯令山去做監製的 那在melody上面呢,我也覺得是很重湯令山的味道 即是melody melody melody停 melody melody melody停 這陣味是可以在她的boyfriend material裡面找到的 總共四句話,頭三句都是相似的melody,然後停 相似的melody,然後停 相似的melody,然後停 去到第四句就會有變化做fill in 那現在聽到超溫馨 對啦,就是這樣 再說一說田辭人小黑 他亦都說對於姜濤在年紀中選擇在生日時派台向外界宣揚愛和和平 他大為感動,表示不要說23歲 就算是46歲的他也不夠膽做 但不要緊,現在的份詞是你寫的 即是你已經跟他一起去做了這件事 在官方的文案中都說了很多關於他歌詞中的出處 可記得見證本國廣島紮碎料那張碎片 應該是說這張由日本人山田征三用平民的視覺 在1945年8月6日拍攝的 他是在核彈爆炸後大約兩分鐘按了這個快門 這張相片現在就被認為是第一張從地面捕捉到蘑菇 之後就是這句 勸你去猜想世界無國界那一決歌 這首大家都很熟悉的 是John Lennon的反戰名曲 Imagine No Countries 即是沒有整個世界就是一個一個家 那就沒有需要打仗 這首歌已經很出名了 但如果你實在太年輕了 真的沒聽過 就在資訊卡上按一按 聽一聽 很好聽的 之後的歌詞 《少女困抖失,暗灰女記載哪一本書》 這就是1947年以荷蘭文去出版的 一本叫做安尼日記的書 是說德國納水時期 一個十三歲的猶太少女 她跟她的家人被追捕、被打壓、被剝奪人權 兩年裡面都是一起困在一個密室裡面 寫的一個日記 隨後她就被人告發 然後就入了德軍納水當時的集中營 未打完仗就已經在裡面營養不良 就過世了 到最後除了爸爸之外 整家人是無一生還的 是一個慘劇 接著的歌詞 《用我手中一幅畫,換你手中一勳章》 就是這幅反核的Logo 是由英國設計師Jerald Holtham 在1958年按照核財軍運動CND Campaign for New Care Disarmament 的領導人Brad Chan Russell的要求 去設計出來 勳章當然是說打仗的勳章 就是那些榮譽勳章 聽起來是很威猛的一件事 但通常有這樣的勳章 並不是全部都是救援行動 或是因為救人而得 接著就是《潰於一面圍牆的噴畫》 就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將德國一分為二場 達28年的一部柏林圍牆 在1990年6月 東德政府就已經下令要拆除了 它的圍牆之後就有180多個藝術家 在這個標示性的建築上作畫 因為有很多人過去打卡 所以它也有個名字叫做網紅牆 我們就應該會叫做KOL場 有些人認為這樣是對戰爭的不尊重 但也有人認為以前的柏林圍牆 是代表著痛苦和分裂 現在的柏林圍牆就是代表彩色 代表開放 所以其實所有東西都有兩個角度 甚至更多 只看一面是很有機會令自己吃虧的 應該好像我之前拍過那條納斯卡線 把自己拉開一點看 多幾個角度 反而就更有機會看到一件事的全貌 之後的歌詞 雙兵一眾差不多年齡 本應相對如男孩有情 這裡就有機會說著名的聖誕節休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期 德軍和英軍本身就打到如火如荼 但當時聖誕節就要來 出現了一封為和平而寫的聖誕節公開信 英文就真的叫做Open Christmas Letter 是由101位英國的婦女參政運動者署名 就寄給德國和奧空帝國的婦女 是一封很公開的信 隨後教宗本督十五世 也有向所有交戰中國家的政府 呼籲他們簽訂這個正式的休戰協定 就懇求他們至少在天使出來唱歌之前 就被槍火聲停下來 雖然當時各國的官方都是拒絕了這個提議 但當時仍然有大約十萬名的德軍和英軍 是暫時停止了這個戰爭 第一個休戰案例就是來自1914年的平安夜 本身在戰豪的德軍就放了聖誕樹和蠟燭 就開始唱聖誕歌來慶祝 英國士兵都唱他們自己語言 即是英文的聖誕歌來回禮 兩邊的陣營也開始喊起了自己語言的聖誕快樂 一些祝賀說話 之後很快兩邊在無人地帶都開始有點交流 兩邊的士兵都走出來 然後開始交換他們自己的食物 可能一些酒水 在空檔時期都在無人地帶撿同袍的屍體 就放回自己陣營那邊安葬了 還踢了一場球 那時德國就是三比二人的英國 證明如果不是打仗他們其實是玩得來的 但也不是完全好和平 因為都有記載到 有些士兵在這個情況下被敵軍射殺了 某部分戰區在平安夜結束之後就立即再打仗 有一些就堅持可以去到完蛋 之後都是要繼續打仗 你說這些東西多無奈 用了這麼多的歷史文案寫到我首歌上 都是希望歷史不要變得好無教育意義 歌詞都是想提醒大家 你再置身事外 但事活在這地球 我們看新聞都可以看到了 就算這個世界 現在科技已經很多地方都很發達了 但原來仍然會有打仗的發生 烏克蘭的市民本身擁有自己的文化、科技、娛樂 相信在戰爭發生之前 他們也完全沒想過自己居住的地方會變成這樣 我想大家都會希望姜濤今年的生日願望可以快些成真 今集EG歌仔就到這裡了 如果想知道更多樂壇新派台歌的消息 又或者更多冷知識的話 就記得訂閱EG大哥仔 逢星期一四會出我日常生活的主片 不定時都會繼續做EG歌仔這個系列 訂閱我之後記得按鈴鐺 Follow我Facebook和IG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了 Bye Bye